娱乐中心钟云轩报道陈冠希曾在2008年传出不雅风波引起轰动 图翻设字陈冠希微博艺人陈冠 曾在2008年传出不雅照风波引起外界的哗然 传出时是因为将电脑送修才会让不雅照不慎流出 非陈冠希本人的行为 据文当时替陈冠希送修 脑的正是他的助理兼司机龙哥 还因为此事让同父子的两人产生心结 怎料近日龙哥却传出是的消息 对此陈冠希也回应了 梗图中陈冠希方的男子正是他的助理兼司机龙哥 图翻设字路网路上有一张相当有名的梗图 时常被网友出来讽时尚的完成度是脸 当中陈冠希穿着白T恤 后方跟着一名穿着白色吊噶的男子 两位娇头以后陈冠希的帅气程度却依旧不减 而该位子就正是陈冠希的助理龙哥 两人的感情深厚 同父子一起工作了好几年 而当时陈冠希在寿时也称龙哥就像第二个爸爸一样重要 陈冠希社群网站上晒天空照并写下Rest in Paradise 图翻设字陈冠希 料2008年时陈冠希请龙哥帮忙送修电脑 意外闹出亚照风波 更有人称陈冠希将自己关在家多日 对龙哥骂 而龙哥虽未被解雇 却第一次因此 有拿到工资 从此情同父子的两人结下了心结 陈冠希去美国生活后 就渐渐疏离 近日 龙哥离 的消息传出 对此 陈冠希在社群网站上晒初一天空照 写下Rest in Paradise 以此纪念两人曾经深厚的感情